這個本來就是算是政治的大新聞 所以美國 日本 美國也不是所有的報紙都登 就彭博跟路透 美國的大報關心拜登 關心不完 這個我覺得就是 基本上還是會有人去 我們雖然不認為這文章 可以扭轉兩岸關係 可是他至少是一個 有份量的實權人物 所以他們focus在兩岸關係上面 所以如果他在兩岸關係上說些話 做些動作 那基本上 當然多多少少是有幫助的 比如說上次胡哥來 就有人謠傳說 他取得簽證的過程 他有協助打電話 有他簽線 因為他夠份量 所以他打電話給文化部 打電話給陸委會 人家多少會賣面子 可是這個當然 不足以改變兩岸關係 可是有一些事發生 比如說金馬獎 要邀請一些人來 他講一講可能說得上話 我覺得是這個意思 如果他真的出事 像他今天就辭掉海基會 所以他未來大概 一直到司法地點之前 他基本上不會講話 新的陸委會 不是 新的海基會董事長 我們假設是吳豐山好了 他會願意講話嗎 應該也不太會 不知道 因為如果是6月初那個時候 賴清德在找海基會董事長 那就找吳豐山的話 我覺得吳豐山可能會願意說一點 可是你現在都搞砸成這樣 現在怎麼講都很奇怪 對 因為你後來就搞砸成這樣 我還能怎樣 事實上你也很少看到 羅文嘉公開講話 可是有一個耐人尋諱的地方 因為我昨天有問一些 藍白的立委 他說海基會在拜訪立法院 很多就是羅文嘉出面 對 所以給人家感覺好像 隱隱約約知道有些事要發生 所以羅文嘉秘書長不會換 是 先佈局 事實上我覺得羅文嘉 早晚會當董事長 吳豐山也不會 他會幹很久 我不認為 他年紀也大 都是過客 吳豐山其實我們都認識 是令人尊敬的媒體前輩 他如果來 然後發現很難有所為 他也不一定會一直做 因為他畢竟不是政治人物 所以以前我們海基會 有時候是台商 他有時候是奸的 政治性沒那麼高 海基會 對 所以可是如果是吳豐山 他比如說假設他來當一年 那發現很難有作為 搞不好最後還是羅文嘉要上去之類的 這個基本上還是改變不了大局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分析是對的 說民進黨內會突然之間 對兩岸比較友善的聲音就沒有了 不敢講 對 因為你的份量都不夠 都不足以像鄭文燦這樣 他有那個份量來講講話 當然這個沒有關係 可是因為他份量夠 所以他講比較頂得住 你知道吧 比如說洪其昌現在也不太講話 洪其昌他的份量也夠 可是不在其位 我覺得會有這個部分 這個當然會讓民進黨跟 大陸的距離會越來越遠 會越來越遠 至於最近的這個 我們說那個解放軍在整個南海 或者福利賓等等的角色 我認為最近 我覺得這個都是虛的 因為這個只是演習 演習大家秀秀肌肉 我覺得有一些是 真正對時局有影響的 比如說美國決定撤走 呂宋島的低風 那個中層導彈系統 其實這個是一個 我認為這個是算一個大事 就是在中美博弈之後 美國決定撤出 那還有比如說美國要從沖繩 要調走4000人 那12月之前就要調走 沖繩大概本來有19000人 他要慢慢降到1萬人左右 等於是有兩批 4000 5000要調到關島 或者調到夏威夷 這個事實上隱含的意義是 美國逐漸在降低 他在第一島鏈的佈局 那他可能要改變戰術 所以他就把他的部隊調到關島 調到夏威夷 那可能用濱海作戰 遠程作戰的方式 戰略改變 這個其實影響很大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事實上漸漸的就會意味著 如果第一島鏈發生衝突 美國是站在第二線 第一線是你台灣 日本 菲律賓 你要自己去面對 其實這個對台灣是有影響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比較確定的部署 會比較有實質的意義 不然你都是去談軍演 大家做了什麼互動 那些意義實上不大 軍演只是個表面上的一個情況 對 表面上的東西 那比如說美國把中層導彈 低風給運走 然後我覺得這個前一陣子 就傳一個事件 說中國跟美國的電戰機 在空中博弈了12個小時 導致呂宋島所有的電訊全部被中斷 其實這個可能是比較有價值的事件 影響比較大 就是解放軍決定要弄這個系統 讓你知道我有這個能力 美國可能會做一些評估 那就會覺得有必要這樣硬幹嗎 所以我覺得他在微調 逐漸調整他的戰術戰略這樣 好 請教傅司令 傅司你怎麼看說我們現在的 漢光演習 原本說是沒有劇本的草演 但現在其實說是有 但只是沒有劇透而已 他這個變成 他應該算是自由統裁 他不斷的下這個鄰機的狀況 讓這些部隊 尤其是基層的部隊去做解決 然後這個裁判官看他的 整個的決定的流程 然後應變的整個程序 有沒有合覆相關的規定 可能這個比較新 因為以前的話都是計畫統裁 現在變成自由統裁 那個差別差在這個地方 是 我看中共的圍台軍演 他最重要的 他已經變成常態了 跟漢光演習 我認為大概關係不大 旁偉也會派815的 我們講的電子偵察艦 也會派運8運9的電子偵察機 會過來這邊做一個情報的收集 他會做這些相關的動作 但是他這個圍台的這些軍艦跟軍機 平常就在做 太平反 常態化 已經常態 就是說已經 這是心理戰 其實這個中共是心理戰 哪天沒來反而變新聞 對 讓大家習以為常 這是最可怕的 因為中共按照兵家的做法 攻心為上 先攻你心理戰 對 這是心理戰 大家習以為常了 狼來了 溫水煮青蛙了 逐漸適應了 沒有心防了 沒有心防你國防都是騙人的 因為沒有心防的國防 國防都是假的 心防最重要 要先建立心防 再建立國防 這是他建軍的邏輯是這樣 中共看到這一點 我們台灣的短板 就是心防脆弱 沒有心防 這是非常可怕的 你沒有心防 就不會有軍事警覺 這樣的話 江南哪一天出不及防 突然被瓦解 你會出不及防 你措手不及 沒辦法應變 因為兵貴神術 唯獨巧之久也 兵家講得都非常的清楚 因為一股作氣 不能再而衰 所以都是講求速度 將來的整個作戰速度 作戰節奏 還有作戰的成果的展現 都會講在速度之中 因為兵法千種 為快不敗 快就是速度 是這樣的 另外我們來看鄭文燦 鄭文燦我認為大家認為 鄭文燦涉攤 因為鄭文燦 他在民進黨裡面 算是青年的 他都有問題 你看民進黨 他裡面有多少人貪獨 問題在這個地方 我認為鄭文燦 就我來觀察他 他是非常青年的 非常 他說他一介不去 我認為他也是 應該是幾乎一介不去的 但是他都有問題 其他大問題 我認為不要去辦 鄭文燦這種小問題 先辦大咖 因為按照比例原則 你貪的越多要先辦 這些小的先不要去辦 為什麼抓鄭文燦來開刀 他算是我認為他相對青年 我應該找大的 因為很多事情辦大的會比較 具有殺雞儆猴 這個乘衣儆擺 流血不過五步 效果會比較好 你找鄭文燦 比較相對青年的 你說辦他 那不痛不癢 會有這樣 感覺到好像有一點 逢場做戲 這個狀況就不好 我認為鄭文燦 辦鄭文燦 先辦大咖的 那些開豪車的 住豪宅的 然後公務員的薪水沒多少 但是他那麼多的錢 幾十億幾百億幾千萬在攤 這我跟我想先辦大的比較好 那最後我們來看那個菲律賓 是 菲律賓他這個要 這個FA舞動像 這個韓國買了12架 一個中隊 對 買了12架 但是他作戰率非常不好 那現在如果是要像美國買的 這個F16的戰機 算是第四代的 如果他是買像 像瑞典買的斯鳩戰機 那個也是第四代 那中國大陸在量跟直上 中國大陸的這個殲-16是第四年五代 殲-20的話第五代 而且量又多 是 那菲律賓在這一方面太慢了 因為你還要去買 還要發架書 還要去做作戰評估 或系統的測試 再培訓飛行員 那都是三年五年後了 那三年五年後 那中共的空軍更強大 所以我認為 菲律賓在這方面是慢了 我認為他還不積極 然後現在的話 而且菲律賓有個短板 菲律賓的國防預算 左支右支非常的少 那國防預算那麼少 那怎麼去買這飛機 他要養 菲律賓要海軍 菲律賓要陸軍 因為飛機通通吃掉 所以菲律賓的問題是在 他國防預算 他現在還想買F-16 F-16蠻貴的 還有後續的這些 我們要零附件 零組件 系統件 備份件 你都要算進去 不是說只買個陽春機 而且他的飛機 跟發動機分開來算 這兩筆錢都要算進去 那後面的 這些後續的後勤 也要算進去 所以我認為菲律賓在這一方面 他要買這個算是這個 不管是19戰機或者是F-16 在這一方面我認為是 於事無補